4月26日 由李星曼导演于南于谦主演的电影《亲爱》 在京举举办首映会 电影《亲爱》讲述的是 由于南主办的陆雪泥 与日本养母 农村生母和五岁儿子之间的感情瓜葛 由此折射出人与人之间 欲加冷漠的社会关系 因为独特的视角 该片在第八届大阪电影节上 摘得最佳影片奖 而以喜剧形象深入人心的相声演员于谦 在该影片中大变风格 之前也拍过证据 但是自从跟郭德纲老师合作以后 可能证据拍的就少了 而且相声可能给人的印象比较深 所以怕大家一时接受不了我证据的形象 在导演的启发和给我打气下 我才敢演这个角色 除了于谦的颠覆之外 影片女主角于男也再次回归文艺本色 出演冷血女强人 而当女强人于男遇上假装正经名嘴于谦 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呢 她一点都不笑 一点都不搞笑 生活中特别严肃 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她跟说相声完全是两个人 也不可怕 特别可爱 我觉得于谦老师真的是人见人爱 我真的觉得于谦老师是特别善良的人 优酷娱乐播报 北京报道 优酷娱乐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酷娱乐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